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好了 因为后面同学可能看得这样比较清楚 后面这样子 几岁几个月 反正你要里面串什么文字都OK 那可是你要怎么串在一起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实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做 可能我要分三个阶段做 第一个阶段是我先把 第一个公式 就是那个DATIF先做出来 所以第一个等于什么 等于DATIF自己打一下 DATIF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前瓜糊前面一点日期 就是它的生日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你就打个THDAY THDAY 记得喔 THDAY后面记得要加个小瓜糊 这个小瓜糊不能省掉 因为有同学之前忘了打小瓜糊那就错了 OK 比什么呢 比年先几岁嘛 比年 好先Enter一下 45岁就出来了 可是后面还要串什么呢 还要串那个 N个月 N个月可以用YM嘛 然后N天的话呢 你可以用MD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 算完Y之后呢 会找的就是 早几个月就YM 早几天就用MD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两个东西串过来的话 那我大概在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后面先串什么 串我的文字 那我的文字的话在哪里呢 在下面这里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N先不要选到 从睡一直到天 这一串我要把它放在45的后面 所以我可以Ctrl C Ctrl C之后的话呢 再贴到我们的哪里呢 这个地方特别是公式跟字串接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一定要加什么 and符号 这个一定要哦 然后呢 双引号 贴Ctrl V 贴上 再加一个后双引号 应该可以看懂吧 and 双引号前面的 贴上刚刚的东西 后双引号 然后呢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45岁 N个月又N天 有两个N嘛 所以第二步呢 是串接 第三步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再把那个N 有没有 第一个N 改成YM 第二个N 改成MD 那问题啦 你要怎么把它改 他现在 你可以看公式 这公式本身是完整的字串 所谓的完整字串 一定是一个双引号开头 到下一个双引号结束 就所谓的完整字串 那你要在中间 第一个N要拿掉 所以你需要什么呢 把它切开来 怎么切开来 先选到这个N 因为我等一下会用到这个公式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 预先复制一下 因为拿这个来改 可能会比较快 所以Ctrl C 那我要把这个公式呢 放到哪里 改成YM呢 放在N 所以你需要怎么做呢 双引号双引号 两个 第一个是前面的 第二个双引号是后面 变成现在切开来 变两个字串 那两个字串呢 如果说你需要怎么把它串接的话 一定是End End 再移到中间 贴上 把这边改成什么 YM 打勾看看 有没有 三个月出现了 那最后一个也是一样 把那个N 选起来 那其实 如果以后 你要在字串里面 串一个公式呢 假设你一下子 记不起来 我的习惯就跟同学讲说 你就背口绝算了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 End 移到中间 贴上就好了 保证正确 应该可以理解啦 我刚刚讲的是 实际上就是先切开 再串接 再放公式 那他再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这个Y改成MD 打勾 大功告成 向下填满 应该可以理解啦 只是可能熟练度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 同学其实是会 但是是可能对于 串接 中间怎么样 把公式跟字串 串在一起 其实不甚熟悉啦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最后的话 就向下填满 大功告成 OK 试一下好了 那这个应该在讲义里面 也有 所以如果你讲义里面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第几页呢 这个 在第 往下找一下 在第 81页 81页这边 就会有一个 计算员工实际年龄这边 不过因为这个公式比较长 所以把它分成一二三行 OK 试一下 其实是有 暖的 暖的 然后把它串接在一起 好 好 我可以 乖